你觉得孩子们玩电子游戏可以吗 最好还是不要玩了吧 万一上演怎么办呢 不会的 如果你注意别让孩子玩太多 不玩主机游戏也会玩手机游戏来 玩一点不技术也不现实 这可是人类的进步 大脑会越来越早地发育 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们采取输的方式让孩子们接触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腾子健康的 玩最小的就 玩死啦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流星话影 这期我们邀请吹广小组的亲近母亲 沙美美来帮忙完成这期节目 首先这期我们聊一下 亲子可以共同玩的游戏吧 那首先问一下沙美美 你作为亲近母亲 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游戏 你愿意让孩子接触 并和他一起玩呢 应该是意志类的吧 有相关的推荐吗 记得早些年在Xbox Live上面 有款叫Io Mellow找神迹 还不错 好啊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把它找到放上来 这个游戏我也有印象 很不错的意志游戏 本期我们会把一些 关于游戏平台和游戏的内容 去聊得尽量简单易懂一些 毕竟会有很多家长来看嘛 能选购适当的游戏载体就行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也是我们节目的初衷 很荣幸可以和您一起 向大家推荐这几款游戏 第一款是Hello Kitty Crisis 这个是Steam和Space双平台游戏 它适合三岁以上的小孩子 人物造型是非常可爱的 Hello Kitty小猫形象哦 整个画风也是童虚可爱类型 家里有多个小朋友 也可以一起玩 它最多可以支持四人同频 进行尽速的赛跑 里面可以选择青蛙 小兔子等小动物 它们乘坐的是卡丁车 快艇飞机速度都相对较慢 在竞速过程中 它们也可以相互丢香蕉皮 等一些道具 十分可爱有趣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第二款游戏封面名字 是Cars Switch平台 我们翻译叫赛车总龙原3 游戏色彩是十分亮丽那种 游戏是迪斯尼电影 叫赛车总龙原3 急速挑战的同频游戏 可爱的小汽车 有些家里是男孩子的 可能会更喜欢这款类型的 同样也是支持四人同频游戏 它里面有20多种赛道 它有非常多的汽车类型 可以选择 这款游戏速度相对 Kitty Mau那款要快一些 中间也有很多的跳台 汽车可以进行翻滚等 一系列操作 适合四岁以上的孩子游戏 孩子玩过后 还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程度 看一下这个电影 很精彩 早些时候我陪女儿看过 有欢笑有泪水 很不错的作品 第三款卡通频道大乱斗 Switch平台 这款适合十岁以上的孩子玩 同样支持最多四人游儿 再小一点孩子 有家长陪同也可以玩 操作上会比之前的难一些 属于四人同频横板过关类型的 随着游戏进度 道具的加强 可以选择的人物也很多 大家也可以根据 不同的场景和怪物 选择不同的人物 整体画风也很明亮 属于漫画可爱类型的 小朋友多了 一起横板过关大乱斗 简单的音乐和画面 一起玩会蹦出不一样的火花 总之很推荐 第四款星之卡比 这款游戏的旧版本 已经叠加多代 知道的朋友应该很多 目前最新版本在Switch平台 游戏适合三岁以上的孩子玩 支持四人同频 里面主人公卡比呢 是这样的粉丝的球 来回跳动 胖胖的小动物很可爱 它的攻击方式 就是不停的吃吃吃 然后变成这样 扫地 整体的音乐呢 就会非常的轻松可爱 这款相较 之前不同的是 3D横板过关类型 和上面的几款对比 画面感会更好一些 难度也很简单 而且这款游戏呢 之前的版本 有出过PC平台的 大家可以找找 第五款 马里奥赛车Switch平台 游戏适合五岁以上孩子玩 支持四人同频 其实也有不少 任天堂 其他人物的加入了 进入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动画角色 这个呢 玩法上和开始讲到的 KT猫比较类似 但是速度上 会有不小的提升 剃图也更多 方面上更复杂一些 会有不少飘移 上天入地 整体上会相对比较刺激 孩子们一定会有侦探性 同时呢 也是很推荐大家 陪同孩子一起玩 大人玩起来也不失乐趣 大家可以试试看 第六款 胡闹厨房 游戏支持多平台 Switch PS4 NS Steam 支持多人同频 年龄上面呢 我建立在七岁以上 太小的可能会 看不懂里面文字的要求 它是比较适合 很多人一起玩的 一起乱的多人游戏 地形会不断变化 它主要是大家一起做菜 大堂会有时刻 提出各种饭菜的要求 也有时间限制 以后的时间会越来越紧张 不自觉的就会出错 比如饭菜做糊了 或者盘子装错了 中间还有路人的干扰 手忙脚乱 各种乱七八糟 就会很快乐 第七款 雷曼 它的版本非常多 几乎是全平台了 大家搜索 购买最新的就好了 支持四人同频 年龄上面 我建立也是七岁以上 它的难度在于 不断地跳跃 玩过马里奥的朋友 应该懂得 它也是一款 适合多人一起玩的游戏 因为观看难度 会不断提升 死掉情况也会很频繁 在作用的模式下 挂掉会变成气球 飘来飘去 飞到同伴这里 简单的攻击 就可以救活 画面也是3D很鲜明这种 人物之间也会互相 无损攻击 被打后 各种搞笑效果 喷范满住 很有趣 家里孩子都大了 可以让他们体验下 这款游戏 记得在过年的时候 观小兄不觉悦耳 很推荐 第八款 胡闹搬家 游戏支持多平台 PS4 Xbox One Steam Switch 支持多人同频 它和胡闹厨房 同属于一个系列 年龄上面 我建议也在7岁以上 玩过这个系列的朋友 可以毫不犹豫买了 在游戏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多个人物 去帮助搬家 这款也是建议 多人一起来玩的 搬家嘛 人少了肯定不行 游戏的要求 就是主人家会限定时间 要求你不能损坏家具的情况下 完成任务 我们会在忙乱中 不小心把东西搞坏 还有些东西是不能扔的 比如电视 还需要合作 一起来 一二三扔沙发 等一系列的操作 开始会大家各种跑位 人物走路又十分有趣 会忍不住打笑 后面随着时间 要求不断提升 就会比较紧张了 这中间还有小动物 出来捣乱 紧张刺激的过程中 带着欢笑 不容错过的游戏作品 第九款 超级玛利奥3D世界 Switch平台 支持四人同频 年龄我们建议10岁以上 玩过玛利奥游戏的朋友 应该都懂的 它的乐趣在于 挑战不同的观看 人物的基本动作 就是跳跃了 没有玩过的朋友 可能要熟悉一下 前进驾跳跃这个操作 有些需要跳跃的地方 这个操作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这款也是 建议人多一点 会乐趣加倍 而且它是全三底界面的 玩过就知道 它的魅力所在了 第十款 也是我们推荐的 最后一款 双人成型 PC Xbox One PS5平台 终于没有Switch了 原因是Switch平台的 优势就是多人 这款游戏放在最后 也是因为 它是这里面 最优秀的一款 适合年龄12岁以上 也是今年新出的游戏 最后的朋友应该早已知道 它的大名 难度不小 也很有挑战性 需要两个人不断配合 才可以一直推进剧情 有时不得已 还得借助攻略了 难度虽有 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了 再试图通过 一个个困难的关卡 自信心满满的 游戏的大概剧情 就是小女主人公 她的父母因为某种原因 争吵到快有离婚了 她很烦闷 自己手里有两个玩偶 早晨在学校的垃圾桶里 捡到了一本很奇特的书 当她伤心流下眼泪的时候 父母的灵魂 居然附到了两个玩偶的身上 这时我们需要操控这两个玩偶 中间还会被这本 很烦的书不断指引 完成这一系列高难度的任务 第十一款 IOMELO 它是开始提到的 双二人同屏游戏 目前支持XBOXLive平台 PC平台目前不是太好找了 有搜索很厉害的朋友 可以试试找下 游戏整理画面清新可爱 分别是蓝虎两小朋友 进行合作 游戏是全中文界面 其中会有各种 专画的移动 和3D视角的变化 需要动一番脑筋 才可以突破各种限制 之后就可以开心的见面啦 游戏设置多个关卡 难度是逐级递增的 记得那会儿 因为时间关系 玩到第三大关 后面每个小的关卡 都要逐个尝试 需要花费一番时间才能过去 难度上有一点啦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和孩子试一试哦 别走开 这里我们还附送大家一款游戏 这个放在最后 因为它是一款神作 传送门二 得到了不少的大奖 因为它很硬核 开始还好 合作完成 后面几乎每步一步 喜欢挑战的朋友可以试试 它是在Xbox 360 PS3 PC平台上的 如果没有之前老的主机 可以试试PC上面下载玩玩 这款游戏也是双人合作类型的 也可以和孩子们玩 当然建议至少12岁以上 游戏内容主要是 我们出生就被传送到了异时节 两人的武器都是一把传送门枪 对着墙壁开枪 会打出一个椭圆形的缺口 我们进入缺口 会进入另一个空间 里面运用很多的物理和视觉特性 具体的比较复杂我就不这里讲 它好玩的地方在于 墙壁的缺口可以帮着我们完成 很多看似不可能到达的地方 然后通过双方合作 到达最终需要去的地方 喜欢挑战的朋友可以试试它 是不可多得的上好佳作 本期推荐的游戏主机主要有两大类 分别是游戏主机和PC平台 主机游戏平台 目前主流的是索尼的PS4和5 或者美国的Xbox One和Xbox Series X 和比较特殊的Steam平台 我们选择这三个平台 它也是因为它们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全世界主流的绝大部分游戏 大家购买游戏主机 无论哪种尽量选择港行而不是国行 具体原因有不同的朋友可以留言区art我们 价格方面 电商那边搜索观点子有很多 大家根据平时购买习惯选择 哪里买都可以 PC平台简单很多 大家百度下载Steam 注册安装好后 在里面的商店按照我们推荐的游戏搜索即可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Steam平台的 原因它的游戏都是正版的大作 还有很多主机平台的非独占游戏 如果有大一点的显示器 这个平台也是OK的 再就是外设 因为PC端和孩子们玩 建议可以在电商那边买几个手柄 最好是Xbox的官方手柄 能用的久些 连接方法就是一种蓝牙的接收器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很容易找 都选择好一些的延迟低 使用起来和主机无疑 最后一个是Switch平台 这个游戏平台是任天堂公司出品的 你像我们玩的小霸王FC 就是来源于它 这个平台有着多人同频和地龄游戏多的特点 平台主机支持移动手持和直插电 是两种方式游玩 优点很明显 缺点嘛 显示效果上和主机游戏比会差一点 另外就是卡通类型的游戏多一点 人家主要宣传的卖点 也是适合多人游玩的游戏主机 卡通类型多也就会更大众一些 刚刚您提到这些游戏都可以免费玩或者是下载吗 那需要付费吗 游戏卡带有的需要付费的 每种大作无论是主机PC Switch都需要付费的 价格十几到几百元不等 和孩子们玩的游戏价格多数不高 Steam上面会便宜很多 但是缺点也有都是数字版 只有一个账号可以用 主机实体卡会贵一点 优点是可以拿到朋友那边或者交换的玩 总体来看主机花费高一些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购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孩子们是否应该接触电子游戏 这个话题你怎么看呢 开始和我吵了半天了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在机玩 幼小的孩子们居然连自己的天性都不能完全自由的释放 虽然他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要优越很多 但自由的天性却一直被压抑着 所以我觉得适当让孩子们玩一些意志类的游戏还是好的 得打杀杀的还是算了吧 要知道孩子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 现在电视里面的动画片不是有很多的先知吗 我不是太赞成让孩子们玩太多的电子游戏哦 如果是喜欢作业假期玩呢你也不赞同吗 可以玩一会儿或者找点别的事情做嘛 生活中不止游戏啊 其实孩子们的好奇心就好比大水可输可赌 不玩主机游戏也会找手机游戏来玩 一点不接触也不现实 这个是人类的进步 大脑会越来越早的快速发育我们采取输的方式 让孩子们接触 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才能健康的玩 最好在小的时候呢就有个正确的引导 放在一边不管不论是哪种失误 靠孩子们自己玩都会坏事 适当的游戏是易闹 尤其是战机类的游戏 和国际象棋围棋类除了可视化几乎没什么区别 另外我就是比较反对孩子们玩手机 还拍的平板游戏的 主要是过早接触会造成设计损伤 另外孩子们玩起来过于方便 我们家长不好监督 甚至于有的家长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直接放弃监督了 是的 控制好游戏的时间很重要 在不影响学艺和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选择高品质的游戏还是很好的 最后呢 以上为个人观点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教育方面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这里是流星话影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